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Jensen 介紹完蛋了 這次影片分享是介紹我最近經常用的組合 早兩年前的影片介紹過很喜歡用大三輪 大三輪的輪圈大一點 速度快 也有靈活性 因為輪圈不是前後很凌活 過了兩年後 最喜愛的組合有少許改變 最近我最喜歡的組合是由三輪變成四輪 都是大輪 但就有四輪的微焦組合 其實微焦架很多朋友最近都有一個很喜歡用的組合 無論你是大輪或是小輪 好處就是因為焦了一點 變成它可以有靈活性 以前的大三輪當然都是輪圈大 但通常大三輪不是焦的 是平底的 玩上來樂趣會少一些 主要是踏街直路 衝得快 直路慣性 那種會比較適合 其實現在微焦架的玩法 除了直路外 亦可以多玩一些平地的花式動作 變成好玩度也提升了 所以這幾年我最愛的組合 由這個大三輪去到這個微焦架 市面上的微焦的組合 其實真的很難試得完 我覺得我 都是香港其中一個 最多的一個微焦架的玩家 但是大牌子出的一些 無論是輪圈的大小 或者不同的Mounting 變成你要完全試完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都是其中一個 所謂試得最多的玩家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你用這些微焦架 其實你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你是剛剛進入這個微焦架世界 應該怎樣選擇呢 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分解一下我自己用這個組合 我會用這個其實就是4.100這個設定 4.100其實你大輪來講 用來踩街當然好處是會快一點 但是很多如果腳不夠大的朋友 大約是41.12樓下腳的尺寸的朋友 其實100對他們來說 都可能是一個負擔 比較是覺得很難適應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的腳有那麼大的話 其實100是一個真正最全面的一個組合 為什麼這麼說呢 100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鞋架 如果你踩街的時候 它長一點點 前後一點 它的穩定性就會高一點 還有你踩直路的續航力就會好一點 會定一點 你會放膽 衝得快一點 就算你是一個比較新手的朋友 不習慣過鞋那麼長 但是因為它的微招架 因為它的頭尾是升起了一點 你變成你踩上來 你會比較快適應一些長架 我覺得100是一個很適合你 你去適應一個玩長架的長度 尤其是你腳大的朋友 同時可能有個疑問 如果我玩長架 不如再大一點 或者81就更快一點 當然它招架來說也有81的 但是81就變成了 基本上你要玩一些Ruxer類的一些花絲 就難很多 因為始終它的架再長一點 你的靈活度一定會降低了 沒有可避免的 但是100來講 我自己真心試過是81、18之間 不斷互換去嘗試 它的分別是100是真的可以玩到花式 亦有大輪的穩定、高速 你要玩街也可以快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尤其是腳大的朋友 是一個真是兩全其美的方案 可以踩街可以快一點 所以你要玩花式 它完全可以玩到 我覺得是一個 我最近最經常用的Drop就是100 就是一個很圓滿的玩法 完全可以兩者互相互換 但是你不需要換錄或換架 在一個設定是真的玩到兩樣東西 對於你的腳大 或者你喜歡在兩者之間互換的話 隨時隨地踩街又想玩花式 這個4個100的組合 其實是非常之完美 另外除了玩花式踩街之外 它的殺劑也非常穩定 假長了一點的話 你殺的時候 正常我們玩殺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玩殺的新手 自己玩Perallel Slice的時候 就覺得很容易會跌 100前後長一點 其實你Slide的時候 它會定一點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而且你微焦架玩殺的時候 因為它始終有兩個輪子離開了地下 但它又不會離開了很多 又有一點穩定 但是殺的時候 因為它始終只有兩個輪子碰地 你殺的時候會變得更容易 如果你跟四個Flag的比較 這個分別就會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很貪心的朋友 一隻架搞定 你又是腳有上色的Size 其實四個100 我就覺得一個最圓滿的玩法 是完全你踩架是不需要 換綠連套輪子也免得拿出去 當然有些微焦架 它是可以給你一個架兩個玩法 例如現在我手頭這兩隻 基本上它都是 有多一些螺絲洞 你可以不玩100可以變回3.81 純踩架都OK 如果真的你覺得微焦架 覺得不好玩 我想只是踩架的話 變成那個架都不會浪費了 當你純粹想踩架要快的話 也可以轉8.81 我覺得有這個好處 另外微焦架 要跟一個比較支援舊的鞋身 都相當重要 鞋身方面 其實我都比較喜歡 現在我手頭這兩款 一款就是FL 硬殼的鞋身 另外就是 基本上是很多玩微焦架的朋友 都會用到的C-BarCJ的鞋身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款式 另外你要注意 C-Bar這個組合 它的鞋身有分碳纖板 還有有分硬殼板 另外有一個是有拉臉和鞋殼 是可以分開的 有三個版本 我自己這兩個版本試過 其實碳纖板是比較輕 但價錢會比較貴 但後期我發現價錢比較貴 但鞋身輕得比較多 如果你想踩街 有一個輕鬆舒服的感覺 選擇一個輕的鞋身 都很重要 但如果純粹是主要玩微焦 其實輕或重都不太大影響 所以如果你想一鞋多用的朋友 要注意 玩一個輕一點的鞋身都很重要 另外價錢方面 它比較貴 但你想便宜一點的話 我自己在用這雙FRO的鞋身 其實價錢比較經濟 鞋身因為你的鞋帽 其實都是用到以前FRO之前年代的鞋帽 純粹在鞋子上做了一點手腳 就變成了特技鞋的鞋底 鞋身其實沒有怎樣變 所以它的鞋殼都是以前推出過 所以價錢就不是太貴 亦都是支撐性挺強 我覺得兩者比較 因為鞋子是高於C-bar 它的硬度也是比較高 你踩上來是非常穩定的 如果對於一些新手的朋友 其實都很適合 價錢比較相宜 這方面大家可以注意 另外我覺得微焦架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忽略了 因為很多人覺得我都是用來玩花式為主 但有部分朋友想貪心一點 像我一樣 你要踩上街 甚至乎你要玩殺際 輕輕一點的微焦架 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微焦架的玩法其實很多時 它的牌子 十隻有八隻 因為它的用途主要是玩花式 它的重量比較重 它的硬度比較高 因為它遇到你玩花式 因為它遇到你玩花式 經常要一些很高強度的授壓 鞋架的密度可能比較高 踩上去的架是比較重 踩街來說是挺辛苦 無論你是用最經典牌子 Visert的品牌 尤其是架比較重 所以我覺得踩街不太適合 所以我會選擇其他牌子 踩上去的架的重量比較輕 踩直路時比較舒服 例如我手頭我用過兩隻 我覺得挺舒服的 其中一隻就是Icon 165m 和 Trinity Monde 的鞋架 它的鞋架其實是有偷空度 踩上去比較上 你踩街的時候不會覺得太累 因為如果你的架太重 其實你是非常之辛苦 尤其是你踩在長途的話 這方面的朋友要注意 另外自己的手頭 我最近也試過一些國內的品牌 我手頭的YOYO 柚子這個品牌 其實我也覺得是OK的 重量是比較適中 盡管它不是很偷輕 但踩上去的感覺 我自己試過基本上是踩街或是你玩踩都OK的 也不會覺得這個鞋架輕了 但會不會覺得很軟 或者那個架會有點熬 的情況出現 我用了一段時間其實就很穩陣 暫時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覺得踩上去都是很穩定 還有你做Trick 跳起Land的時候 其實你感覺到架是非常實正的 這方面也給了我信心 所以如果你像我這樣 你想踩一隻架是幾個用途的朋友 你注意一下 你那隻微焦架 其實你要找到市面一些 除了它是玩Wizard 適用的架外 亦都要踩街適合 我手頭其實我就問過一些朋友意見 我自己試過 基本上只有三隻比較適合 一隻就是我手頭這隻 YOYO Icon這隻 還有Annex那隻是比較適合 可以多用 可以踩街 可以玩花式 其他鞋架 我覺得那個定位是 你用來練招為主 練花式 這樣就比較適合 這方面 記得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選購 微焦架的朋友絕對要注意 散拍了 Cook Gy Gy LV Ennex F Cook E 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